而国土资源部昨天发布的今年第三季度 全国105个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显示 三季度我国综合地价为3286元每平方米 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.21% 而地价同比增幅连续四个季度加速上涨 大家最关心的全国主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为4910元每平方米 比去年同期是增长7.58% 在各类行用地当中同比增速最快 分城市来看 第三季度105个监测城市中 45个城市综合地价涨幅不足1% 处于平稳区间 但涨幅超过5%的城市 由上一季度的38个增至本季度的44个 其中深圳 厦门 广州 太原 上海等13个城市的地价 涨幅超过10% 而上一季度这个数字仅为4个 地价呈加速上涨态势 另外在国土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中 第三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新成交地块中 地价创当地局部单价 总价新高或者土地成交价高于出让底价50%的高价地块数量 也比去年显著增加了46% 三季度以来 北京 上海 深圳等一线城市 和天津 武汉 杭州 苏州 珠海 佛山等热点城市中 部分土地的成交总价或单价超越了历史高值 对拉升土地市场预期的影响不可忽视 导致地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 那么针对我们这一轮的地价上涨 其实我们最直接的原因可能还是在这个流动性这块 货币充足 然后又没有别的地方去可以投资 那么大家往这方面都投资于土地房地产 国土资源部表示 针对目前地价加速上涨的态势 国土部将连同各级政府继续采取多种调控措施 稳定土地市场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